大家好,歡迎收看星期五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進 今天初時我們繼續受著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也看到一些陽光 隨著季後風逐漸被偏東氣流所取代 下午的時候雲量也多了一些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也看到 一度廣闊的雲帶正是覆蓋著廣東沿岸 由於比較多雲的關係 今天大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都只去到19度左右 我們預計偏東氣流將會在週末期間繼續影響著我們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 大致多雲 明天氣溫計乎在17至20度 稍後會有一兩陣雨 吹和緩的偏東風 而去到下星期初 我們預計一股東北季後風將會抵達華南沿岸 到時候天氣又會再冷回 我們展望星期日的時候將會是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雨 到下星期初氣溫將會顯著下降 不過天氣亦都會好轉 大家記得要保重身體 天氣就看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 再見